在這個階段 我們都不能夠排除任何可能性 究竟這兩個病例在A07這個座向 在不同的流程 為什麼受到感染呢 我們暫時都不是完全清楚 我們仍然不能排除他們是靠接觸 或者非直接接觸 或者是飛沫傳染 或者是空氣傳染 我們暫時都不知道 我們暫時唯一很清楚的就是 在這個低流層那位 即是第42個個案這個病人 他家裡的廁所裡的排氣管 是不正常被改裝過 而看上去他是流氣的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這個可能是這位病人為什麼會感染到 他其他的家人為什麼會感染到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既然我們有這個懷疑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作出一個預防措施 將整座樓的人全部 即是在這個座向07全部 放進去隔離設施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廁所 他們其他層層的廁所 會不會有同一個問題 我預住那裡也要有工程師去看 但暫時來看 他那個U型格氣管的設計是非常好的 比很多私人留意更好 應該一定不是這個淘大花園的情況 淘大花園的情況就是因為 它的U型格氣管是乾了 以至糞便區的空氣可以走回到室內 尤其是當他們開那個抽氣線的時候 但是這個情況在這個長康村 康尾樓07座向這個地方 就應該一定不會發生 我們看得很清楚 但是是不是因為他們 改裝那個排氣管 以致引起今次的感染呢 我們暫時還是需要工程師去再搞清楚 暫時來說 我們覺得一定不是淘大花園的翻版 一定不是 但是它那個 為什麼在不同的層數 在同一個座向 居然會有人受到感染呢 我們暫時來說 找到的最清楚的 就是有人改裝過 他們那個廁所的排氣管 以致可能因為這樣受到感染 去到這個階段 我們有的證據就這麼多 而我們暫時的措施 我們覺得都是穩陣 我可以跟所有人說 就是大家不需要恐慌 我們不是進入去淘大花園的狀態